三志工分成两个 然后前往宜兵汇合 那我们这一组主要在由福会床和茅坛 此次去主要是来了解当地的灾情和灾民所需 从成都到宜兵灾区 大概还有300公里左右的路程 这一辆小巴载着志工还有振灾的物资 像是福会床还有茅坛等等 今天下午出发 预计在今天晚上7点8点 也就是大概这个时候就会抵达宜兵市 看看灾民的需求可以在第一时间发放避难的物资